大街头逼迫同学上叫公平 不服就拿弟弟妹妹威胁 再敢反抗就直接叫小昏昏打人 佳恩天天受到霸凌 核绿想救他 却被推下山坡 摔在了石头上 大街头看见晕过去的核绿 慌得不息 以为他没救 发疯一样警告 在场几人不许说出去 虽然格格不入 但佳恩和他们有共同匿名 被迫加入他们一伙 这样一来 霸凌的对象自然换了人 佳恩看着这个唯唯怒诺的女生 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 想起核绿的帮助 想起核绿友善的笑容 想起核绿做的 吞拿鱼饭团之事 香肠辣鸡炒面 一杯咖啡泼在大街头身上 他终于下了决心 不再受大街头胁迫 家恩找到英明 告诉他核绿遇害的全过程 等到他们找到核绿的时候 发现他还有一口气 可在急诊室外 核绿的鬼魂突然出现 看着姐姐消失不见 小俊哭得不能自已 他不要姐姐和爸爸妈妈一样走掉 这时的急诊室的遗弃开始有了波动 原来核绿被抢救回来 因此他的灵魂突然消失回到肉身 结局可谓相当美满 但医院却并不太平 一个男护士偷药 狡猾的在监控盲区下手 小护士没证据 只能悄悄告诉医生 于是医生设了一个局 午饭时间把其他护士叫走 男护士看见这么好的机会 果然又迫不及待去偷药 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被小监控拍了下来 男护士因此被开除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就死伏伤性格温和的医生 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distress 感谢了 感谢了